醫院外頭被絞證署人員 用棉被包裹上車 被窩裡的人就是 微經集團主席沈慶經 他被收押後 在九天內兩度緊急送醫 當事人健康亮紅燈 沈慶經委任律師岳芳如 十三號晚間 匆忙趕赴臺北地院地狀 申請聚保停押 但再怎麼急還得等法官裁定 要聚保的相關的意見 也會去詢問監索方面 關於這個疾病 監索是不是能夠給予 一定的一個醫療的支持 內通常會一至二週內 會給予一個 是不是給予聚保的一個裁定 沈慶經收押後 五號全身抽搐保外就醫 九號首度被提訊 十一號二度提訊 同樣做輪椅現身 但右腿上疑似綁了倒尿管 十三號再度送醫 若成功交保外界擔憂 會影響案件 針絆進度 除非有所謂的串證 或面證的情形發生的話 忽然通常比較少會去影響到 偵查的進行以及結果 檢方提訓多人比對公辭 更勇意策動 沈慶經轉為污點證人 但沈慶經假如認罪 京華城勢必得停工 事業自由健康 恐怕都讓他傷痛腦筋 檢方這週密集提訓 再押被告 唯獨漏了他 吳順明是應小微 無幾職的助理 還曾擔任過都發局副總工程司 與威京集團關係匪淺 不排除就是篡起柯文哲 應小微跟沈慶經之間的橋樑 檢方打的策略 可能是陸續問完四人公辭後 最後再提訓無順明 交叉比對當中差異 能否找到突破口 就看檢方接著怎麼出招 深訊的郭文在很台北昌報道